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庆陈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 终于直温反弹上来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上涨 风向改变了吗 为什么大兄认为 利空税链底部的过程当中 反而是你发大财的好机会 这一点我待会再好好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 对于近期台北股市的一个下沙 Maybe很多人可能会很担心 很恐慌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只要你跟紧大兄的一个脚步 不论是在大脚威力群组方面 或是在个股的操作方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一个大小威力的群组方面 在早上 早上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下沙下来 早盘下沙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那么大小威力直接买进一层多单 今天几乎买到今天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相对低档上 买进之后随着一个指数 瞬间急拉上来 你看在9点13分14分的时候 建议会员在这个地方可以试驾 当冲获利处一趟 你可以看到早盘我们先赚一趟 先再添一圣之后 然后随着一个这样 随着一个大盘的一个压回 我们在9点40几分到50分的时候 建议会员再怎么样 在地坚买回来 再地坚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后面的一个这样 后面的一个大盘指数 是怎么样的一个上涨 真的是恭喜大小威力的一个群组会员 今天再添两圣 而且大威力的一个群组 那么今天低阶的一个多单 我们今天就是流畅的一个续报 为什么流畅续报 原因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 今天收盘指数收在什么地方 收在12729点 那么收在的一个早盘 12716点的一个高点上 并且在今天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外资一口气大买的一个5000多口的多单 所以很显然明天的一个行情应该很精彩 你不要以为说 昨天下叉再破底 你以为说今天上来明天又会跌了 不必然会这样 你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惯性已经有悄悄改变了 那么既然惯性有悄悄改变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当然你要懂得在对的一个时机 来做对的事 那么在个股的方面 你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除了把资源 资源我们另一半的一个多单 甚至全数获利了解之外 那么资源这档的一个股票 也是我们在10月20号上礼拜四 124再度带会员朋友低坚买进了多单 然后在昨天 你看一大早131 132 新进会员朋友同步操作 尾盘收最高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建议会员 在138附近可以先试价 获利卖出58这个值股 那么今天呢 获利表现 华收会公告的一个第三季的获利表现 符合预期 那么公司也表示说 整个这个第四季的一个营运 营收渴望再判新靠 所以原本我也是期待说 今天应该可以再卖个好价钱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是开低下来 没办法最近的一个行情就是这样 反而随着一个财报利多的一个公告 你看今天这个IC债板的一个新兴蓝店 蓝店第三季的一个获利创新高 并且在明年整个这个ABF的债板 的一个吃紧的一个情况能将延续 那么甚至不排除明年又可能又会准备 启动一波的一个涨价行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这些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公告 又有疫情的公司 今天反而是怎样 反而是的一个拉回来 那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最近的行情就是这样 在正当盘体的一个过程当中 往往见到的一个财报利益多出炉的时候 反而股价反而就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所以为什么我在最近的一个策略 我就告诉大家 现阶段的策略你就要懂得采取 滚动式的一个加差的一个操作策略 让自己能够累积更多的一个财户 当黄金暴利盘买点弧线的时候 你到时候你才有更多的一个现金 可以买更多的股票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资源 今天开提 开提下来我们另外一半的一个持股 137都有信息为证 那全国会员跟所有的一个 粉丝和朋友都可以帮我做签证 那么今天137获利全书 感谢大家共襄盛取 这次从124到139.5 你看光是几天的一个时间 四天的一个时间 一张加差15.5块 那加差幅度12.5% 10天就好 10天就多少 10天就15.5块了 你可以看到 在这么难操作的一个行情 我们照样能够一路开心转 所以为什么大兄一再的一个强调 跟进大兄的一个脚步很重要 做中做不中 真的是差很多 你可以看到 最近我们的一个操作 三档股票 包括的一个新兴 五档的一个全胜 那累计价差达到的一个四成 南电三趟全胜 累计价差达到24.7% 致远三趟全胜 累计价差达到的一个25.6% 那么我今天我致远 我甚至获利放口袋 我不是看坏他 我高档我卖一趟 那么今天拉回 我随时当适当的一个机会 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随时还会再买回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那么随着一个 今天那个指数的一个上涨 为什么大家兄认为 在利空碎天底部的一个过程当中 反而是你发大财的好机会 原因很简单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原本一些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冲击 但是现阶段 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下沙拉回 那么该反应的 我想也大部分都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阶段你会发现 开始整个这个风向 已经有开始逐步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这个指数 历经九个多月的一个回档 那么融资从年初到现在为止 融资大减的一个幅度 达到的一个41% 显现该卖的该停损 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然后连线的一个复乖率 达到的一个负22.6% 从过去这个经验 每一次的一个覆盖率 超过两成的时候 往往不用太久的时间 后市都渴望迎来 一波翻转的一个机会 再来你可以看到指数的一个回档 到等湖的一个 来到等湖的一个满足点附近 我也算过给大家听 等湖满足点在12592点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最低点 在12629点 等于是离满足点 不到50点的一个空间 而且包括的一个指标 主在一个低档恶度背离 随着一个选举行情的开跑 政政面预期将会 偏多力道将会逐步加强之下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 有悲观或看坏的一个理由吗 不要说了 一旦二度背离买点弧线 这一波一旦的一个 一旦的一个 把保护性反弹上来 就是先看季线再看年线 到季线你看 从目前为止到季线 14290点还有多少空间 超过1500点的空间 到年线呢 到年线1633点 是超过3000点的一个空间 当一波的一个 保护性反弹上来的时候 我问各位 你要不要赚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我想很多人 可能没比到现在为止 都没办法相信 你去想想看 每一次不论是在股市 不论是在房市 其实景区有高有低 当景区乐观的一个时候 往往就是一个卖点 当景区过度悲观的一个时候 往往就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 那我问各位 现在是乐观还是悲观 现在市场过度恐慌了 过度恐慌反而是 减贫无二的一个好机会 就像在当时的一个 SARS的一个情况 你看当时的一个SARS 当时的一个房地产 市场恐慌 当时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价格 以台北市来说 一间的一个房地产 可能都不到一千万 可能是几百万而已 可是到现在 你事后回过头来看 你在台北市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房价 起码都是三千万 五千万以上 你只要 当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 市场越恐慌的时候 你只要懂得做把握的话 那一波大涨上来 你看 从那时候的一个SARS 的一个房地产价格 到现在为止 起码都是大涨五倍 五倍八倍以上 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 也是一样 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 包括一些这个 利空的一个因素 那么随着一个 美国联准会 11月应该升息3 12月 可能升息2 或3 不管 但是现在市场的讯息 也开始释放出 因为在联准会的 一个激进升息的策略之后 那么预期明年的 升息的一个步调 将可望换款 那么甚至包括 美国的财长叶伦 叶妈妈也表示 他也暗示说 为了改善这个流动率 所以他也暗示 随时准备 买回20年期的公债 这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 对于整个股市 是好现象 从整个的一个美元的指数 或新台币的汇率 你看 今天新台币汇率 今天终于纸贬回升了 新台币汇率纸贬回升 它代表什么 代表的一个市场 原本因为市场的一个资金 流出 现在纸贬的一个回升之后 那么反而有利于市场的一个资金 回到的一个资本市场上 其实美元指数在9月29号 就已经见到高点回落下来了 但是台北股市 因为有个别的因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就这波新台币汇率 一路的一个轴变 到今天为止 终于纸贬回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这样 美国的一个股市 道琼工业指数 为什么最近能够 一路强能大涨上来 随着一个指标出现背离 随着风向改变 你可以看到 最近光是道琼工短短几天的时间 大涨超过的一个这样 大涨超过了一个3000多点 并且指数的一个这样 突破正上的一个季线之上 甚至包括的一个跟台股 林洞密切相关的一个 废半的一个指数 也是一样 同步在10月13号 进到了20089点 随着一个指标 二度背离买点浮现之后 你看光是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它也同步站上十字线月线 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涨幅也高达了一个15.8% 那么同样的 美股已经率先表态上涨了 那你认为后市的一个台股 它会不会跟进 你自己去好好想清楚 那么再来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 供应链 库存调整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从面板 面板随着一个库存的一个调整有成 那么最近的一个山宋 也开始要开始大买的一个这样 这个电视的面板 也准备在两岸大采购 包括的一个大陆的一个 这个滑星光 那么预计采购量将高达的一个 一千万片 然后包括面板双火的一个 友达群创 那么也分别要再增加 一百万片的一个供应量 总量分别达到的一个 五百万跟四百万片 那么随着一个库存调整有成 以及背货需求的一个增加 那么整个的一个电视的面板 十月开始的一个 这个报价也开始出现的一个 这个翻转的一个契机 甚至记忆体的面板 随着国际大厂的一个 这个大坎的一个明年日本之初 以及减产的效应下 那么记忆体的一个族群 那么最近也开始出现速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面板的一个 的一个友达 或者是群创 你看这些的一个股票 都纷纷率先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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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转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上来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效应 它会怎么样 未来的一个时间 会慢慢的一个扩散下去 那么现在剩下的一个PC 剩下的一个NV自卫型手机 那么这些的一个这样 这些目前还在进行 库存的一个去化调整 那么预期整个的一个 去存库化的一个调整 预期啊 那么在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上半年啊 整个的一个库存调整 告一段落之后 那么这些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供应链也渴望带来一波的一个 这样翻转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要知道股价永远会 领先市场做反应 从面板双虎 从记忆体的一个蓝牙坑 你看到了 所以这对整个的一个 台北股市来说都是一个好现象 再来大家所对担心的一个两岸的一个问题 你看这一次的一个二十大会后啊 那么习近平大权在握 那大家在担心说 哇整个的一个两岸啊 到时候大陆会不会怎么样 提前啊 用武力来怎么样 武力换台啊 但是从这次的一个国台办啊 对台的一个十个的一个坚持啊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老掉牙嘛 一样嘛 其实整个立场跟过去都还是一样嘛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嘛 这些都是老掉牙的一个事情嘛 所以我想有些这个事情啊 都是市场啊 可以放出来的一个风声嘛 但是你想想看哦 从过去啊 在第三次的一个台海危机的一个时候 你看哦 当时的一个指数啊 在1996年啊 当时指数啊 1995年啊 回撤的一个4474点之后 然后指数在第一档啊 做一个这样啊 做一个震荡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收敛的一个这样 收敛的一个盘整嘛 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这样 整个的一个大陆啊 在1996年啊 3月8号到3月25号期间啊 在基隆跟高雄湾海四射 飞弹根区自演习啊 甚至当时有消息说 传出啊 哇大陆解放新疆 要攻占马祖的一个东绿沼 哇造成市场上 非常的一个恐慌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段的一个期间 当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虽然啊 大陆的一个这样 文攻武后啊 那么造成的一个这样 造成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指数啊 的一个低档的一个震荡啊 但是一旦的一个让一旦的一个立功解除之后 你可以看到后面 换来的是一波是什么 一波是大行情嘛 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 你看到什么 你不要小看呢 当时候从3月6号 4675点 一波起涨上来 来到10256点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足足又大涨了 超过一年半的一个时间啊 足足啊 大涨了 超过啊 100多趴 等于是指数分一倍以上啊 但是个股我可以告诉大家 当时候你只要懂得做把握的话 那个个股起码 起码都是涨三成啊 不是啊 涨三倍涨五倍啊 以上啊 那我想这个机会啊 那么在这一次啊 面临台北股市面临诸多利空的一个袭击之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会又即将浮现 特别是啊 随着一个技术指标出现的一个二度的一个背离 的一个买点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所以应投资朋友的一个要求啊 大兄特别拨控在礼拜四 这礼拜四 晚上在台北 我再加开一场讲座 那么在这场的一个讲座里面 我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指标二度背离的一个大买点 你怎么样来掌握 什么时候会发动 还有就是要教大家 因为当每一次啊 二度背离大买点弧线的一个时候 那个一波大涨上来 起码先看连线嘛 先看连线 那现在距离连线有三千多点嘛 所以为什么我说啊 准备迎接的一个中级的一个 报复线反弹的一个行情 那么一旦中级报复线反弹行情啊 出现的一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 你要怎么样来赚 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我想你这些你心中都一定要有定件嘛 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掌握 礼拜四这场的一个讲座 你就一定要来 那么怎么样取得预约报名的动作很简单 QR Code撕描一下 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 或是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拨打这个电话 0223219933 0223219933 那么这场的一个讲座啊 在现场大雄还会特别准备一份 站在公企花节线上 未来有30% 50% 最强主力数码标股给大家 想要跟着大雄一起同步掌握好朋友 这场的一个讲座更是不容错过 尤其有三大的一个这样 三大的一个关键指标 那么什么时候发动 三大关键指标很重要 包括台积电啊 包括莲花科 包括的一个长龙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最主要看这三大的一个指标 第一个 护国神山的一个台积电 它扮演的一个这样 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稳盘的一个角色 尤其它占的一个全值比重相当的大 那你说今天我的一个台积电每天跌 每天跌指数你说它能够指纹吗 当然不能够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一个好现象 今天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一个利空进出 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 昨天那个报载讯息也谈到 台积电鼓励员工收价 那市场就会声会影 开始可能会掀起 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 可能订单会更松 不用那么多的一个能力 市场往往都会捕风捉影 放大来做解读 那么甚至包括的英大尔执行长 季辛格也暗自在偷笑 他说台湾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地位 可能岌岌可危 那等于是暗自偷笑说 未来我可能有机会来取代的一个台积电 那么甚至包括了一个高盛证券 他也在这个地方也参与 讲说台积电可能会面临六大风险 你看今天的一个利空这么多 但是今天台积电为什么跌不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利空进出 利空进出 那我问各位 今天台积电跌不下去 是机会还是危机 是机会还是危机 你可以看到过去在六百多块的一个时候 多少人告诉你 哇台积电要看八百 看九百 看一千 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为什么在六百多块的一个时候 我们从四百一四百二 待会没有所买进的台积电这六百多块 我们要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但是这一次的一个台积电股价 这一度的一个回落 来到的一个今天最低是三百七 很多人担心他还不敢买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大兄要再度出手 为什么我要再度出手 六百多块很多人 哇告诉你台积电很棒 我相信全市场只有大兄告诉你 我带着我的一个会员 我再六百多块 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所有的一个会员都在看我节目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不是今天看到台积电停下来 才告诉你说 你看我六百多块就叫你不要 不能抢 这个叫做事后诸葛 你证据理由要拿出来 但是现在呢 今天所有利空进出了 那为什么今天台积电不跌 跌不下去 收红上来 您有没有想过这样问题 再来包括的一个 再来包括的一个关键指标的一个 IC设计联花科 那么联花科最主要的是 跟智慧型的手机 有相关性的一个连带性 那么联花科至少这一波是没有破底 所以未来我是没有买 没有买联花科 但是未来的一个联花科 他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能不能够率先指稳上来 突破站上的一个界限之上 我想一旦 这两大的一个指标 能够适时表态 因为联花科适时表态 也代表的是说 整个的一个NV 智慧型手机的一个区块 也进入了一个尾声了 那这些就会带动什么 包括这个IP细事材的一个资源 你看资源我三档全胜了 三档全胜了 那我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那么今天拉回我可以告诉你 下一趟的一个机会 我随时还会带会员朋友 在地坚买回来 那么买点在什么地方 你不必猜 礼拜四讲座你来 我来告诉你 包括的一个环球金 矽晶元的一个环球金 或台胜科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也都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表态上来的话 它会联动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电子产业 在一个同步回稳的一个上涨 所以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看股价都已经回档一波了 那么股价回档一波 现在在低档还是在高档 你是好好想想看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这个IC再版的新星 或蓝业也是一样 你看新星我五趟全盛嘛 我相信你很清楚嘛 蓝电三趟全盛嘛 那么今天拉回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机会又来了嘛 那这个机会 你怎么样来把握 我在的一个 礼拜四的演讲会 我都会 完整故事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这个驱动IC 这个联勇啊 天狱啊 或是敦泰啊 因为三大的一个指标 只要涨 台积电啊 IC设计只要能够表态 那我想 这些的一个股票 也通通都会有轮动反弹的机会 甚至PA功率放大器的一个稳貌也好 或是同伯基板的一个台光店也好 以及啊 这个高速传出的一个普瑞啊 甚至载道的一个MGU的新唐 以及啊包括的一个 第三代半导致的一个家经啊 汉磊啊 家经汉磊我还没有买回来 我要先讲在前面 我高档全数开进货率换口袋之后 买点在什么地方 哦那这个我在讲座上 我都会跟大家做分享 哦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 132.5 那我问各位 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买 哦今天啊今天啊 盘中涨白一度下差 有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嘛 啊没有破底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以 今年预估美股可望上看啊 167块 美股禁止啊 明年可望上看200 260块以上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是不是委屈了 那股票委屈了 什么时候有机会表态吧 因为当这些的一个 关键指标表态的时候 哦那么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 哦或个的阳明啊 或是啊 旺海啊 哦那当然阳明旺海 我没有买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那么包括的一个 散传的一个育民啊 跟会洋KY啊 那么这些也渴望 同步的一个大涨上来 哦那么重点来的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开始怎么样 的一个质问 大涨上来之后 那到底反弄到什么地方 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哦我想这些 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 怎么样来做掌握的话 哦在礼拜四 台北这场的一个讲座 哦大兄都会完整 无师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二度贝离大买点的机会 教你3000点 终极大反弹的行情 你要怎么样来赚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 未来有三成五成 甚至倍数以上 空间的一个标股 哦在现场大兄还会特别 准备一份的一个资料 哦那想要跟着大兄 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哦也欢迎各位来电 做好预约报名的动作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2-19933 碰你232 QQ33 让你贪了 亲亲三三 我们明天同学期间见了 拜拜 啊 本公司以网纪七角 不保全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加减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